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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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時被人拿過頭髮刀頭拍 娘… 大好姻緣怎會弄成這樣 原來你和你未來七月房 夾年更百字有阻滯 所以就愁眉不展 李宗盛 娘心中有條癡 偏偏巧她又頭頭碰著黑 所以對命理之雪就深信不疑 我不管娘就是不孝 姑父銀平就是不疑 不用仇 居到山前必有路 一切大可以從長計矣 羅大人, 表弟, 你們先到過我 表哥 多陸相約我們來喝酒 未知所為何事 坐…來, 我先敬羅大人一杯 對喝就得, 何須客氣呢 其實我要感謝羅大人禮聘我入少府監 我如今已經不是駒馬 我幾非受彩, 亦無功名, 何以為官呢 難得的是羅大人一直對我提攜指導 我當你任職時日雖短 但卻獲益良多 二表哥坐失良機, 實在令人惋惜 其實你做不成銷監 但可以留下做幕僚 做我一臂之力的 可以嗎 我當日揀損你們擔任此職 並非因為你身為駒馬 而是因為你心中那團火 羅大人愛財, 表哥你就恭敬不如松明 那多謝羅大人 多祿他年少有為 肯學肯做, 將來必成大器 不敢當…來…大家喝杯 喝醉無歸 喝 喝… 你這個小偷, 偷我的包 我沒有偷 那包我剛才是買的 我給了銀子了 我沒收過你的銀子 我要抓你, 報官 不要… 後半傷女, 慘悲劫良 沒錢投資, 宿居破廟 妻房病重, 教授你放過我 放過我, 不要逮捕我 老闆, 奇情可敏 他這麼可憐, 不如就放他一馬 對, 只是幾個包 如果我今天放他走 明天都來偷包, 去衙門 不要… 放過了 這裡有幾條錢, 是不是你放下的 你真是大意 放下幾條錢就以為給了錢 老闆一時耳背, 聽不到 就一定以為你沒有付錢 是啊, 是我的 有付錢就不算偷了 對了, 事情夠清楚就行了 你還不快走 你妻兒在等你回去 謝謝大爺… 羅大人, 我剛才看到了 其實剛才我眼尾都收到 是你放下幾條錢 你是全身幫我小偷的 你看見他衣衫藍樓 就知道他警方坎虞 流落異鄉, 無人憑殖 過中苦放真是不足為愛人道 他只是偷包 即是證明他並非有心為非作解 只不過為了填飽逃避 但是羅大人並無趣可求情 反而考思妙計 這些就是因事制宜 當然了, 老闆要抓人沒錯 律法就是律法 沒有規矩難成方圓 但是沒有律法就是天下大亂 但是律法之外就尚有人情 我不能堂而皇之為他求情 只能夠略私小計幫他解圍 體恤百姓, 只是為官之道 我做事一板一眼, 密守成虧 不像羅大人懂得辯通, 令人敬佩 還很值得學習 沒錯 君子有所為, 有所不為 有所為的事就應該要助言起行 就好像有為你和銀萍姑娘的事 既然是兩情相悅 就應該勇往直前 如果只是相信一個上士之言而放棄 就未免有一點可惜了 說得對, 兩緣由天定 越老是赤城 你是想迎娶銀萍姑娘的 就應該是爭取 錯過了的你就追悔莫及了 你也辜負了他對你一片癡心 我明白了, 我知道該怎麼做 我不會放棄的 你怎麼不見人 到處都不見, 都不知道在哪兒 算我爭取得快 沙坡這麼大膽子 沒錢敢進來賭 又死又死 走遲點, 拆他吧 徐閃?你嚇死我了 怎麼這麼閃縮 賭坊那些人正在看我 你就是那個沙坡這麼大膽 我那個爛賭婆 你是不是人來的?你找人抓我 謙債還持煙功地道 好, 你又說回家鄉? 怎麼還留在長安? 你還不說 一天最壞就是你夫妻 如果不是我打算我女兒 讓你做媳婦 我寫寫信叫來長安? 我就是為了登個女兒 所以又去賭坊賭兩舖 誰知道一舖樹青江? 你別乖, 死直無故意 難得沒得救 你怎麼口水當我黃河? 我現在輸乾輸淨, 拿銀子來, 快 你還問我拿銀子來? 我前世險來嗎? 是呀, 險了我又怎麼樣? 你連我夫人的手馬偷偷 我還沒跟你計算 你還這麼厚面皮問我拿? 那你給還是不給?說吧 你不給我, 我就把你的秘密包包出來 你又要脅我? 說明就算了 夠膽你不要給我 我現在就去找米人池 你…你別管我… 丁老闆 羅大人 你沒事吧? 我… 剛才那個女人… 那個…那個窮親戚是正溫神 不用管 你沒事的 幸好我沒追到你 多幾個錢, 怎麼辦? 這位大嬸 你很熟口臉 我以前是否見過你的? 不要… 姑娘, 不好意思, 有沒有撞到你? 不要… 我醒來在哪裡見過你 二十多年前揚州西郊 一間破構的城王廟 附近一條小路 我在那裡遇過你 我還差點撞到你 你當時懷中似有所憑 我還在說什麼? 這位大嬸 我孩子被抱走了 沒有, 不過你放心 我不是想追究什麼 因為已經隔了這麼久 我只是想知道 當時確實在發生什麼事 真的嗎?你真的不追究? 沒有 克蘭妻, 你安息了 什麼事? 克蘭, 什麼事? 我們兒子被搶走了 剛才我們拜死婆 姑娘, 我們追 克蘭…你怎麼樣?克蘭 克蘭…你怎麼樣? 克蘭, 我們兒子… 我一定會找回我們的兒子 你放心 我買了藥給你, 你不會有事的 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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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這樣的 當年我經過一間城王廟 聽到孩子哭, 於是進去看看做什麼 一進去看見女人躺在 旁邊的孩子還是兒子 我看見女人也快死了 也沒有能力照顧孩子 於是我起了貪念 偷了孩子, 然後賣給人 你買了給誰? 買了給在揚州開金號的老闆 他現在來了長安 金號叫什麼名字?老闆又叫什麼名字? 頂峰號, 老闆就是丁才王 丁才王? 那丁有為是我的兒子? 你認識他嗎?你幹什麼? 你這個拐子婆, 射竭虎 害死我妻房, 拆散我父子 搞得我家散人 小心香火, 提防 大沈… 有死屍… 克蘭齊, 你安息吧 老闆, 我已經找回我們的兒子 不過大業未報之前 我不會承認他, 定財王偉人前 你們搶走了我的兒子 令我們父子伯伯分開二十多年 天亡灰灰, 報應不喪 我要你們兩個不得好死 拿過火盤 這個壞事都當了五一門 小心, 夫人 行了… 姐姐, 今天是大吉利是 壞的走了, 好的離了 一天都要光亮 你真是大吉利是 早上去衙門去認屍 想起也打爛了 爹, 那個善翠 不是, 表姑姐已經成無親無辜 現在撤然而世, 我們是一場親戚 你當是為他做最後一件事 還是一點心意 我沒說錯 不過最可憐就是那個月娥 這條牆路遠想來嫁人 為什麼現在是送他娘去牆埋地下 我來給他銀子帶屍子回鄉 也看他有些安樂日子過 我們都心安理得嘛, 是不是? 你們倆幹什麼都停手了 繼續耍些鹿有葉水 袖子抹一下, 抹掉那些髒話 打開槍, 吹走那些髒話 好, 老爺… 娘, 你很累嗎? 做人真麻煩 沒多久之前, 她還發大甲惡 眨眼睛就早燈極樂 為什麼最近我這麼黑? 乾淨人平時, 還是你表妹黑著我? 當然是關表姑姐的事 她傷得貼地, 才會駝累我們 是呀, 一定是沾到她的黑氣 才會頭頭碰著黑, 開口看著你 不關人平時就不要賴人家 說了, 我很累, 我先休息一下 阿冰, 別抹了, 扶娘進房間休息一下 是, 少爺 你也知道你是娘親的脾性 遲下或者還有希望 希望 有的…來 我知道近日虎上發生很多事 所以特意約你出來 喝杯酒, 吃羊肉, 讓你散心 謝謝羅大人關心 人生不如以事十常八九 世事總是意料之外 既然無法掌握 那就要暫且放下 羅大人 是 看你全身騷養 不是因為吃了羊肉嗎? 不是, 是因為近日 是長安油菜花盛開 我一聞到那些花香就一身癢 是嗎?我也是這樣 這麼巧, 原來我們真的有很多事 出去不謀而合 小時候每逢花開的季節 我都會全身發養 幸好爹幫我片尋百草 終於找到一種沉麻葉 可以製藥塗在身上 我已經好得七七八八了 從小到大 爹、娘都很緊張我 他們的養育之恩 以為真是無以為捕 羅大人, 你怎麼樣? 你沒事吧?近親嗎? 老闆, 水吧, 謝謝 好, 來… 羅大人, 你怎麼樣? 水吧, 羅大人 你怎麼樣?有沒有好一點? 好多了, 謝謝你們 看見丁大人你這麼著緊 不知道的, 真是以為你們父子之孝 有個這麼好的兒子, 我願的 可以像別人父子一樣 有空就下來喝酒, 吃羊肉 閒話家常, 談天說地, 多好 對 這麼早? 這邊坐 坐…丁老爺, 來 羅大人 坐, 丁老爺 好 看扮丁老爺還沒吃東西 楊安合不合? 羊肉我…我不合 又會這麼有趣? 你們父子的喜好 完全是藍圓不切 真是說都沒人相信 我爹不合羊肉 要不這樣, 先來個米 我叫老闆幫你加點辣椒 爹, 還有你喜歡的清酒 不用了, 我喝杯茶就行了 我來找阿有為是約了一起出去買東西 我娘因為家中近來多事 心情很差 我和爹打算去保育行 買一件飾物給他, 讓他開心一下 保育行周老闆和我也有些交情 是嗎?那買東西可不可以便宜一點? 羅大人… 替你介紹丁大人、丁老闆 丁老闆、丁大人, 文明不如見面 好, 我們想參觀 好, 隨便參觀 好, 好 爹, 這枝翡翠明珠雙輝影 顏色夠鮮艷, 娘親一定喜歡 這枝蝶舞翩翩鴿吉祥 夠好意頭, 你娘一定喜歡 這枝肉叉也不錯, 清雅素膽 不行 娘親喜歡的飾物, 顏色必須鮮艷奪目 所以不一定很脆綠, 更不一定是肉 爹, 其實這枝豬叉也適合娘親心意 是 這些雙金雙石, 適合你娘 只不過價錢肯定不相宜 哄你娘一點也不容易 試問有多少個女人 在甘差面前是不低頭的 有為?那銀萍沒有舊? 就叫銀萍贈差 只要銀萍把甘差在繼上插 婆媳一定很合拍 那就依計行事 老闆, 給個好價錢吧 當然了… 給個相宜的價錢 好… 合眼妻, 我們的兒子很孝儀 那枝菜應該是買給你 你才值她娘 你才值得她尊重, 成丁那一家 阿屁, 你配嗎? 為何?她一家可以笑顏顏樂也容容 我們才是她父母 我們才是一家人 夫人 我們的兒子只有一個娘親 另外那個 我是不會讓她搶走你的福分 阿弟和娘現在還在保育行 待會進去我們就扮偶瑜 知道了, 還要扮跟娘心意相通 特地選她的心婆好 接著就借椅送給她 我負責送, 你負責結帳 總之多大多貴都不要緊 我預足銀兩了, 你就選到合為止 保育行的秀色 每天都要考驗天功, 鏡花都很暖 你幫我眼睛看看吧 好 你要買差, 還是翠環? 記住, 我和爹選了一隻 翡翠明珠雙輝影, 夠好意頭 還有, 蝶舞翩翩, 何吉尺 小心 阿花姐, 娘, 沒事吧? 阿萍, 你沒事吧? 我會有什麼事, 傻瓜 有沒有弄傷? 沒有, 不過你有 我有事? 阿萍, 陪你回去吃大福 好 羅大人, 主子說得對 如今我們大業未成, 切脈節外生枝 沒錯, 我們忍辱負重了這麼多年 萬一壞大事, 就會前功盡廢 就請大人你飲釀一時 代太日… 主子的心意我明白 我將來還有很多機會 對付聖丁兩夫婦 我要她死十次都可以 我就放牆雙眼等你一天 幾位可以放心 銀萍姑娘只是皮外傷而已 敷了幾副藥就沒有大礙 那又勞莫大夫了 小學, 是 送莫大夫出去 是, 二少爺 莫大夫, 請 謝謝 銀萍怎麼樣?還痛不痛? 剛才沒什麼, 現在真的很痛 銀萍, 剛才真是謝謝你 想不到你連命都不要 看著整個羅磚掉下來 都衝過去救我爹了 那時候我沒想那麼多 只是一心想著救人 總之這次真是多虧銀萍你 要不然我們怎知道皮外傷 實聽他見黑白無常 命也凍過雪上加傷 想合家平安真的上也不用上 銀萍舉手之勞 丁老爺千萬不要擺在心 你看圖吧, 我們一有危險 人家就捨身相救 這叫做愛惡及烏 人家為我們有為做了那麼多事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報答 丁老爺嚴重, 銀萍受不欠 唐靠母, 其實世事變幻無常 事和事福也很難說 你說銀萍命犯形黑, 妥虛你 但到頭來救你那個又是他 到底他是害你還是救你你都不知道 從來患難見真情 往往都是危難的時候 才知道誰是有心人 沒錯, 呱象也有魂 是福不是和, 是和也是福 二表哥, 有這枝掛的嗎 究竟是夜經六十四掛還是紋黃瓜 你懂什麼?你掛還是我掛 總而言之, 共過患難就會見真情 就像我和娘子一樣, 娘子可 上公 聽到沒有? 誰對你好, 開他一聲 什麼?不要說就說了 後來就說了 話說回來, 唐靠母 你還是不是介意銀萍的命不好 欺負你 明是可以改, 溫是可以轉 是嗎? 我已經和我朋友約一約找到解決方法 我和我娘子宮中的朋友幫忙 找到宮中的珍藏 伏欺命理秘笈 扭轉乾坤就一定行 我已經和多樂卿詳細拆解過 銀萍姑娘這條命還有千萬難題 都可以迎刃而解 所以說銀萍的命格雖然命凡刑黑 孤星入名 不過他並非天殺孤星, 山人密近 我上過相公 所以…你繼續 行了 銀萍姑娘這條命, 若土就是欠水 水淺就是欠金, 金箔就是欠土 沒有火沒有木, 擺明就是困局 那你又說有得救? 有, 命理是講求雙生雙黑 欠水就加水, 欠土就加土 他這條命, 御水即財運滾滾 火旺則丁財兩旺, 金起就風山水起 認真不說得少 那就是說 只要銀萍連續七七四十九天上香 黑客一定會盡去 以後就會天天精神好, 時事時運高 真是猜猜猜不到 我上過相公 我就不想你怎麼預約一預約 你這麼有本事 應該看出沒有血光之災 你這麼厲害 應該知道我可以逢胸化吉 我說你沒句準, 沒時靈 相信你賭錢不放人贏 不是, 你是不是順口開河 整天騙老婆 你別以為我這麼笨 聽來耳鵝鵝鵝鵝鵝 你別當我傻 現在銀萍仗義相救 我知道她是出自真心 不是有心騙我 你說到她命徒多喘 聽到我們不敢埋她身 過足不前 你整天擺明想騙我錢 你別五行劍打這麼犯賤 撥一撥, 說得差不多 是…我要說就說了 有錢, 算我拆你的招牌 我要你連當口也沒得擺 那兩夫妻是不是人 我有懲教幫你 現在被人拆招牌 那怎麼補償 行…放心… 可以賠…三倍… 是你說的 是… 這隻神君 周遲兩步我就勾到你暈 那不是 還說銀萍是我的災星 好像我的舊星 我銀萍是我的福星就是真的 我明明可以有個好媳婦 真的比較差 你真是火都來了 怎麼眼睛覺得我這麼大 你做人不知很大 是不是想反對頭親子 不是, 不會, 不敢 照這樣說, 你們丁家 很快就有喜事辦 那就要看看他們了 那就要搞好他們了 難得你未來婆婆 看得白, 想得通 美濟頭親時 一定要搞得熱熱鬧鬧, 高高興興 表哥, 繼我說婚姻大事 滿堂喜慶 花園這裡一定要放一份大紅花 到處就要連滿喜智 不過一定要用金色 金色襯紅色就揪了一段幕 喜酒當然要用葡萄美酒 好提議, 三弟 不過現在是表弟娶妻房 喜慶報紙 是不是應該丁家狗 不可以用金箍律做呢 真是… 三弟說得自己娶妻 其實我們應該向表弟的意思才對 你想怎麼搞 留待你娶妻他就先吧 對了, 有為 你們有沒有想過想怎麼搞 到時候會請什麼嘉賓 能夠和銀萍衝套漫漫 得誠捐贖 我已經心滿意足 怎麼搞也無所謂 銀萍外交也沒有其他人 當然由我這個姐姐為她主持婚禮 唐舅夫妻媳婦 一定要搞得很好看 到底是官媒 一定不會失大體 成宗官假親朋友都要請來 是 座位也要排好似底 千萬不能失禮 是的 有我們幫你安排一切 包你這對新人事事順境 百發未齊 不過 找誰的好命婆婆 幫銀萍上頭才對呢 說得好命當然是媽媽 媽媽兒孫滿堂, 壽比南山 乃不以人選 是呀… 是不是說得我呢 媽媽… 漂亮不漂亮… 是呀… 是呀, 就在你房裡拿的 我知道幸好主持跟鳳凰月飛 我比你更漂亮 還有, 這些胭脂 顏色適合我, 比你更多 你看看你, 面容敷高 幾十歲就好心理保養一下吧 幾十歲?太奶奶, 我是小玉 我知道你是小玉 你以為我不認得你嗎? 你以為我有外症嗎? 不是, 摸… 摸… 你漂亮嗎? 是呀, 媽媽 你很漂亮… 很漂亮, 媽媽 媽媽 媽媽, 書法可以幫你頭腦靈活 腦筋靈文 我打了文房四寶給你練字 我忘記有些事情要做的 你知道是什麼嗎? 是什麼? 我記得要問你嗎? 我忘記了是做什麼 想梳妝? 不是 想加衣 當我會穿衣服, 這些我會曉得 想吃東西? 人口渴肚餓, 這些我會睡的 媽媽, 你別當我三歲孩童 媽媽 我… 媽媽 你沒事的, 媽媽, 沒事 我沒事 無論發生什麼事 我們都會照顧你的 媽媽記住 金家精神, 團結過人 媽媽 媽媽 你沒事的, 媽媽 你沒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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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福, 我有話要跟你說 你過來我房間吧 媽媽, 我是多仇 多仇? 那你快點叫多福起來吧 你是多福, 還是多祿 我是多仇 隨便吧, 總之是我孫就行了 不知道媳婦你睡了沒有 來, 多祿, 來吧… 排得好嗎? 排得好 媳婦, 怪她 多福, 這個是你的 媽媽, 我才是多福 媽媽, 我們各自應領 是 家嫂 是 多福 是 小勇 是 多祿 小超 多仇 媽媽, 死到自己有病 我想趁我還記得要做什麼 有些事要先交給你們 是先的 大嫂嫂子 交給我兩個錦盒 她說 托我親手交給你們兄弟 多福 謝謝媽媽 多綠 謝謝媽媽 慢著 太婆婆, 是不是應該綠色是多綠 紅色是多福才對呢 好…這樣, 先交換吧 交換吧… 看看是什麼 很精靈通通 二哥, 你那天有張紙寫什麼 看看, 是什麼 長安城西別院地溪? 那邊的地是全京城最貴的 對, 這樣就好了 以後我們全家來你這裡玩 好… 好玩… 嫂嫂, 你為我們金家 熬了這麼多年 那個鑿金號才有今天 我想你… 我想你開一間分店交給人多仇 婆婆, 你放心 我一定會盡力完成你的心願 多仇 是, 媽媽 媽媽, 最不放心側落的就是你 多福, 多綠, 得成家立室 是你沒有著落的, 拿著吧 這雙籠籠本來是留給你成親那天 謝謝媽媽 媽媽還有一個最後的願望 就是想抱曾孫 媽媽 總之開分店, 娶老婆, 抱曾孫 你三個願望, 你們一定要做到的 大人, 就算我不認得你們 我心裡也很高興, 很開心 媽媽 你放心, 我會努力找個好妻子 你一定會喝到這杯酸心泡茶 如果你再找個女孩子 好像阿四那麼好的 媽媽, 老為安威 多福在花, 花必發, 多福剪草 多福剪草, 草都借 小妻 剪草有關你什麼事呢?這些是下人做的 該做又不做, 做了就等於沒有做 你幹嘛無緣無故火起? 不火就奇了, 我… 你什麼事?你心口痛嗎? 我肉痛 剛才買屋的白墨田告訴我 城西那邊的地價不斷穿 街尾那間大宅剛剛才買了 比起去年, 貴了一倍 你二弟那間別院還要在街頭 你說他們是不是發大財? 那就好, 二弟一定睡著都笑醒 你就替人開心, 我替你閉藝 認真一點, 綠色的錦盒 本來就是我們的 又是你自己選的 你說我?我這麼緊張是為什麼? 是為你而已 玉如意好 或許以後的玉如意會價值完成呢 況且房子也好, 玉如意也好 都是娘留給我們的 靠來做個紀念, 你放下來賣嗎? 看一看也好 玉如意, 兩眼就看完 大屋就不一樣了 娘子, 你不是吃錯東西嗎? 你想扭嗎? 還要扭著, 一扭著就不斷想吃東西 沒有, 只吃了兩隻雞腿, 三碗燕菜 四件雲腿, 五件炸香酥 不過我現在又想吃 你吃了這麼多東西, 你一定吃了 我帶你看太夫 我還想吃東西 乖, 吃藥 小何 是 核桃用完了嗎? 還有很多, 二夫人 核桃補氣養血, 太夫人多吃有益 知道 婆婆, 廚房準備好飯菜了 不過我媽媽還在睡 她在睡, 讓她多睡一會兒 反正多一幅陪媳婦去看大夫 還沒回來 好 娘子 大哥, 大嫂還沒回來嗎? 是呀, 回來了… 大嫂, 你慢著 我想看看前面濕還是乾 是不是很臭 乾淨了, 來 小何, 副主大少奶 知道 大哥, 你在做什麼? 慢慢 周福, 媳婦是什麼病 我不是有病 她不是有病, 她是… 有了 有了 是嗎? 剛才大嫂跟我說 我快做爹了, 我得到了 是嗎? 謝謝你, 你最早知道 快點, 你們行為有異 而且大嫂就快剷錢 應景…我今天做了冰糖燉蓮子 謝謝你, 大嫂… 想不到我看了七年, 終於被我看見 我還以為食製了桃菊菊天王 你要謹記大夫的丁竹 千萬不要周身動 戒食煎炸和熱度 還要隔夜吃燕菜粥 每晚把腳出, 出家臣房又熱又焗 總之入香要隨俗 大肚都謹記要貝索 好… 好, 家務就要輪流 全部由二嫂做 好, 總之庭園打掃, 回禮借做 買包心刺濤, 全部做到 好… 馬上叫人買頂大橋 讓你出人不用曬 以後良神美景都會在你身邊 隨喘隨到 不過羊肉, 兔肉, 豬肝 旁蟹, 千萬別吃落土 好, 別說話… 最重要是吃燕菜道土 好… 對, 這一環真是無憑子貴 要瘋得瘋 對… 對, 別說了 別說了, 別說了 要不然生一個猛肝出來 你就會心傷 請慢 糟了 孕婦寢室, 既有恕夫者進入 老虎賣兇猛的動物 他要專吃孕婦腹中的胎兒 大哥, 你是屬虎的 相公不可以進房間? 我們一口三口是不可以分開的 是呀 相公, 你不要妖言或眾 我不相信你們爹不是也是屬虎的 你看看, 多壽不一樣生得 大大隻, 很划算 是呀, 讓我說完 沒錯, 大哥雖然屬虎的 不過幸好他是虎頭蛇尾, 百無金記 是呀 是呀 你惹我, 你真是 真是死 想不到, 媽媽, 這盒這麼神奇 你們拿了玉如意 那就萬事如意, 要子得子 誰知道, 將地下一過多六手 城西地價馬上飆升七成九 照這樣說, 三叔 你拿了一雙龍鳳鴨 就快點燈火, 跨鳳城龍? 哪有這麼容易 也不是, 你這個有為表哥 有你的年金八字 想幫你做妹妹, 真是沒那麼容易 不知道媽媽睡醒了沒有 我要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媽媽 她一定可以在心裡見顏不見顏 這個三弟就算天仙下凡 也不為所動 三叔人真是個癡情種 果真情根心中 多數這個傻子就一直放不下死 這幾款茶具設計得不錯 胡生是金站花雲龍文 另外還有一款樂宮百靈金杯 此杯繞著成形, 百靈此口, 杯福內廉 杯福有八個樂宮浮雕, 各詞樂器 全部正合這次義賣之用 義賣? 其實這次義賣, 我這位幕僚 都給了不少意見 不如你約略向義夫人講解一下 是這樣的, 近年北都有一位大善人 每來捐大筆錢給老百姓贈衣私藥 而且對貧困老虐更加細心照顧 真是做到老有所養, 關寡孤獨, 亦各有所依 他的善舉, 今位帶唐神文所傳頌 成為一時佳話 皇上得聞其善, 卻決定宣傳入宮接見 並且得知這位大善人 即將為老百姓籌款移賣 所以就特定我們少虎鑑 打掃一批金器 讓這位善人可以移賣 打掃金器一事 當然就非你們鑑金號莫屬 大人請放心 鑑金號一定全力以赴 至於多禄 我就決定請他監督這批金器 其實對你來說, 真是易如反掌 不過事關重大, 不容有失 是, 大人 莫寧大人, 請多多指教 大少爺, 多多指教 喜敢… 但是金器的飾養 我還要稟報皇上 這樣吧, 這個月初十 我們連同二夫人一起入宮面聖 入宮? 是 那我們就跟多壽一起入宮 我們只能夠大同一人入宮 我醒起初十 正正要跟四大金號開會 是… 有什麼期不可以改, 入宮面聖大事 金業總會有要事相討 此期一改再改, 實在不能再改 好, 那就多福你去吧 不行… 又不行? 因為我有喜, 不方便 不是多福有喜 是家嫂有了身體 有了身體自然要人料理 初十我要跟賤內去醫院 把墨執藥, 你保身吧 不如就派多壽入宮做代表 好… 羅大人, 其實這幾幅圖養 一向都是由多壽跟開的 今夕二萬一試 由多壽安排打點就最為周全了 能夠跟羅大人一起入宮面聖 多壽一定很高興 好…那就由二夫人你安排吧 是, 大人 三公主, 這次我入宮面聖 主要是相以二賣之葬舉 你看看, 今天風和日禮, 鳥語花香 好, 池桶蓮花又 兜兜轉轉不著編制 吐內澄澄, 我也吵吵吵吵吵 應該直接一點, 好像我這樣 德善, 其實你是喜歡我的 我記得你說, 記關著白馬少年 其實你是說謊, 是不是? 你這種語氣, 我已經被你趕走了 你這種表情, 烏龜也被你嚇走了 阿三弟, 這次入宮就機不可失了 我們咬我到甩臂, 你事不關己 照你們這樣說, 我就撒人衰到貼地 不但言辭乏味, 還令人毫無欺替 言辭乏味? 我小玉妻對我死心塌地 不知多少大姑娘就是這樣被我迷死 我不是說笑你們 只不過盟心俱又怎麼能假手於人呢 你看看,我早就有準備了 有多厲害 說來聽聽 德善公主,草紋 你們倆做阿四 阿四,我只想知道 在你心裡還有沒有我 經歷了這麼多 究竟是我的重點還是鬼重點 阿四 如果當日娘和媽媽沒有說過那番話 在你心裡會是我 還是當年那個白馬少年 是鬼,其實我騙你而已 我忘記了九年了 你們兩個別開玩笑 什麼?嚇死的嘴是這麼小的 嚇死的聲音是這麼高的 真的嗎? 還說嗎? 好了…我們說真的 其實你打造那個長命鎖,情意綿綿 有誰會不心動呢? 大哥給你膽子,祝你馬到功成 站住 敢加精神,迷死灰 我這麼多受此人入宮 不成功,變成人 你這麼多受我們 快能嗎? 什麼或許你呢? 我不會 reaction 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算飞出天边离合百千片 看上眼许个愿 还是有个降落点再遇见